10月24日,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论坛在香港举行,国际、港澳、内地政商界领袖、知名社会人士和专家学者等共商大湾区发展及世界开放合作大计。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当日的致辞中指出,香港今年面对各种外部和内部不利因素,使她更加相信大湾区为香港的经济提供了新的动力,并为香港市民创造了发展机会。 她表示,只有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,才能实现上述愿景。 此外,林郑月娥特别强调了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发展中将面临的机遇。 她透露,特区政府将竭尽所能,通过与大湾区内的青年发展基金、创业基地、创新创业联盟等平台的合作,为香港青年把握机会。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谢峰认为,大湾区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探索。 伴随大湾区建设的步伐,中国改革的动力将越来越足,开放大门将越来越大。 10月23日是港珠澳大桥通车一周年,作为大湾区内的重要交通枢纽,该大桥一年来往来逾150万车次,超过2000万人次经大桥出入境。 对此,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24日的论坛表示,在大湾区中,香港具有明显的总部优势, 即总部设在香港的企业,可以通过每天使用火车、高速公路网及大桥来到香港。 从湾区市场来看,都不需要大量的间接费用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